就在前美国总统川普遭枪击后的几秒 共五名秘情局干员铺就将他团团包围 确定枪手遭制服后将他护送下台 川普还握拳高喊战斗 成场高喊USA 但把时间倒回枪击发生前的几分钟 现场已经有支持者看到枪手在屋顶 此时的背景音都还能听到 川普还继续在台上讲话 紧接着 枪声大作 现场恐慌尖叫声四起 大家惊慌逃窜 现场超混乱 此时还有人想跑向枪手所在的屋顶处 确认枪手已经被击毙后 大家仍相当害怕 更有目击者指出早就看到枪手在埋伏 不止一位民众提前通报 但警方却没有及时查看 遭质疑为何秘情局会忽略这么重要的事 外界开始检讨秘情局怎么会有这样的失误 另外还有在川普舞台后侧的知己手 要回击时看起来有些犹豫是否也不够专业 川普遇袭后秘情局也说有些警力是和当地警方戒掉 到底是哪个环节不够严谨也被外界放大解释 TV烈新闻综合报导 脸上带着腼腆笑容 上台领取毕业证书 谁也没想到画面中证明普通青年两年后竟然成为暗杀川普的枪手 20岁的库克斯住在披兹堡郊区 距离案发的巴特勒大约56公里远 案发时使用的是父亲半年多前购入的枪支 现在大批警力进驻库克斯住家附近全面封锁街道 因为无论是他的车子还是家里都找出了爆裂物 究竟嫌犯怎么拿走枪支 嫌犯父亲对CNN表示要与执法人员谈过之后才会对外发言 不过库克斯身份也被棋地高中同学谈到他 都认为他是校园里的边缘人 库克斯在学校时非常安静 总是独来独往 常常因为穿着打扮而被大家取笑 长期遭到同学霸凌的库克斯 其实成绩良好 还是名数学自由生 同学都想象不出来 他会做出这种事 目前知道的是身为手头族的库克斯 是在宾州注册有案的共和党人 但也曾在2021年捐了15美金 给和民主党有关的政治团体 无论是网络还是社群 都没有发现他偏激言论 暗杀川普的犯案动机 依旧是充满谜团 TV新闻综合报道 在车队护送下 川普来到纽泽西机场 按照原定计划 搭乘专机飞往密尔瓦基 出席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回期四天的共和党 全国党代表大会在美国时间15号 星期一在密尔瓦基登场 川普的行程确定不受影响 会照原定计划出席 幸运躲过暗杀的川普 再次发文强调 他绝不会改变形成 让刺客得逞 估计将会接受 共和党的正式提名 同时公布他的副手人选 而妻子梅兰尼亚小儿子 也都会陪同出席 在枪劫案发生后 党大会会场周边戒备更森严 每个接口都可以看到警察 以及特勤人员 不仅计划扩大警戒线 设立缓冲区 入口处对人车都安排多重案件 不过场外还是有坚定的 反川普抗议人群 但并不影响川粉们 把川普视为英雄 在纽约的川普大楼外 聚集大批支持者 挥舞旗帜大声欢呼 另一头佛舟的海湖庄园外 一样是川粉德派对场地 力挺川普重回白宫 为了防止政治暴力再出现 全美从联邦到各州 以及地方军警 正绷紧神经不敢懈怠 TVP新闻综合报道 川普遭到枪击后 拜登14号在白宫椭圆办公室 呼吁美国人民 让暴力与激烈的政治言论降温 并表示已经与川普通上电话 这通电话也是穿败两人 这几年来除了上个月的辩论会之外 极少数的互动之一 CNN表示两人着重讨论 此时此刻团结 美国的重要性 身为总统的拜登 也承诺提供一切资源 保护川普的安全 并下令特勤局重新检视 共和党全代会的所有安全措施 这起重大枪击案件 也让拜登竞选团队 紧急制定新的选战策略 包含撤下广告与暂停攻击川普 转而凸显拜登谴责 政治暴力的一贯理念 美国的科技领袖 包括苹果执行长库克 微软执行长纳德拉 以及陈与川普互呛的 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 也罕见称赞川普 在枪火下展现风度与勇气 这股风向也让川普阵营 士气高涨更胜以往 川普在枪击时 高举拳头喊战斗 以及坚持出席 共和党全代会的举动 无疑振奋共和党选民 此时这是否会连带 导致各产业领袖导哥 转为支持川普 还有待时间验证 TV新闻综合报道 川普在美国时间 13号傍晚6点多 遭遇枪击未遂 震撼全球 但是两个小时后 中国大陆的制造商 开始将川普运袭 握权的经典画面 映制成T恤 随后第一批产品 在电商开卖 售价落在人民币 十多块到四十几块都有 而根据南华早报的消息 有店家形容 这就是中国速度 但是现在搜寻 部分商家的产品 已被下架 美国官员当日会 重新审查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 安保计划 以确定是否需要 根据13号晚发生的 特朗普集会枪击事件 做出调整 中国大陆官媒 几乎每个小时 都有川普预袭的相关报道 并展现官方态度 发言人表示 中方关注特朗普前总统 遭遇枪击事件 习近平主席已向特朗普前总统 表达慰问 短短两句话 中方外交部以不具名的 答记者问形式 公布习近平的慰问 但是没提到具体内容 而现在川普预袭之后 声势大涨 让中国投资界跟股民都担心 美中脱钩加速 因为自2020年起 川普发动美中贸易战 先前更曾提出当选之后 要对中国商品课征60%的关税 势必冲击中国出口 更悲观地认为 川普重返白宫基于大增 那么中国大陆A股就完蛋了 TV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